小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的网络课程 我是Miss Vicky 那今天的课程是关于单数和双数的 老师呢从家里拿了一些go fish 你们都一定很喜欢吃吧 那我们今天来用go fish跟大家讲一讲 如何分辨单数与双数 老师拿了一张paper towel 拿了一张厨房用纸 上面写了五个数字 是昨天我们学写的 一 二 三 四 五 那我们用go fish来把这些数字 摆出来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那么来看一看 为什么有的小鱼有小朋友 有个朋友陪伴 而有的小鱼就落单了 它没有小朋友 如果一个数字里面的小鱼 它有小朋友 这种数字我们叫做双数 请大家一起跟我说 双数 很好 如果有的数字 有一个小鱼 它没有小朋友 那这种数字就叫单数 单数 单数 非常好 那现在老师有个问题 请问这个数字是单数还是双数 它有小朋友 你答对了 它是双数 请问数字4 是单数还是双数 就像你所看到的 它有小朋友 所有小鱼都有小朋友 这种是双数 你答对了 请问这个数字是单数还是双数呢 非常好 非常好 有一条小鱼落单了 没有小朋友 所以这个数字是单数 那请小朋友 那请小朋友找一个另外的单数 你也是单数 那今天的单数数 课程就已经到这里了 小朋友 上得非常好 对了 如果你也用家里的小鱼 或者麦片来做的话 请你一定要在做这个工作之前 去用肥皂去洗一下手 不然的话 病菌会跑到肚子里 会肚子痛的 老师在做这个工作之前 已经洗过手了 所以现在老师可以开吃了 祝你今天愉快哦 拜拜